選舉會現在網絡上的規管其實是很荒誕的 因為任何這些規管其實都是基於貧譜資源的稀有 一個公眾的貧譜拿出來 廣播者他只是這個貧譜的信託人 因此他要用這個貧譜的時候 還是要考慮不同的人的利益 不可以說是為自己目的去做 網絡是無限的 任何人喜歡開台 無限也可以上去 所以其實那個管制是沒有了基礎 所以這次的建議其實是完全不荒誕 缺乏最起碼的常識 《公民權利和正義權利公約》第十九條就是 任何人是有權透過任何形式去表達 而且這個國際的要求就是 我們不可以隨便去管制這些表達的空間 如果我們要管制的話 是有很強烈的理由和基礎 我看不到選公會有甚麼 所以其實這次的問題是很簡單的 就是根本選公會是嘗試去管制它